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你今天的财务生活如何 也能变得富有 但要变富有 你必须以不同方式做事 你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思考 你必须有不一样的行为 你必须养成不同的习惯 就是负习惯 想知道你需要知道什么才能致富 只有两种方法 你可以从本身的错误和经验中学习 或者从他人的错误和经验中吸取教训 第一种方法太难 太昂贵 太令人沮丧 而第二种方法 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 是到目前为止最便宜和最简单的方法 却也是最少使用的 试想 如果我们提供你两本书 第一本谈你可能犯下的所有错误 另一本谈作对的所有方式 你会选哪一本 有趣的是 大多数人选择自己是安学习怎么做 但藉由 有系统的仿效已经走在你前头的成功和富有人事 你可以大大加快成长和迈向财务成功的进程 一旦你做了有钱人和成功人事所做的事 像他们一样思考 像他们一样行动 采取他们的负习惯 你就会开始像他们那样去感受 你会觉得富有 开始得到和他们相同的成果 而但你会变得富有 富人和穷人没有很大的差别 他们只是学会用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方式做事 如果你一遍又一遍做其他成功富人所做的事 最后就会得到相同的成果 这是因为财务成功不是靠运气 而只是因果关系法则的结果 如果你种了婴 就会得到果 有钱和成功与教育 种族 背景或年龄没什么关系 却和人的思考方式 行动方式及习惯有很大关系 你的想法带来感受 你的感受带来行动 你的行动带来结果 外部世界反映了你的内心世界 你的想法 感受 行动和习惯 研究发现 富人和一般人之间的最大差别是 他们的成功和其背景 教育 国籍 投资工具或其使资本的关系极小 相反的 这和他们如何思考有很大的关系 事实上 他们的成功有80%的原因在于心态 如果你真的明白改变自己的心态对你比较好 那正是我们要和你分享的许多概念之一 而且你会发现 当你改变 你的世界会发生变化 令人兴奋的是 你着手改造自己的速度越快 能够开始创造想要东西的速度就越快 我们的习惯 无论好坏 决定了我们人生的财务状况 你会处于当前的财务状况 是因为你到目前为止处理金钱的方式所造成的 如果你想要处于其他某个位置 从逻辑上来说 你将必须以不同方式做事 但对大多数人而言 改变做事方式 尤其和钱有关 想起来就很可怕 这会将已知转位为知 意味着放弃可能很难打破的旧思想和习惯 有时害怕是好事 现在很多人担心经济形势 关切自己的工作和财务安全 如果你害怕情况可能变更糟 害怕可能失去金钱或工作 这样就能促使你接受改变 否则你也许会逃避改变 继续走进同样的死胡同 为了变富有 你必须舍弃许多旧方式 并日采用新观念和策略 换句话说 你必须改变 重要的是 你也需要自己控制财务状况 问题是 许多人会发现 在决定如何思考金钱或如何处理他们的钱时 恐惧感占了上风 并目蒙蔽了他们的判断力 有些人甚至因为害怕而停滞 选择留在过去 如果我们能改变相信的事 就能改变所做的事 如果你继续以这种新方式思考 而且继续做新的事情 就会养成新的习惯 但如果你在金钱方面继续一直在做的事 就可能落于人后 发现自己没有多少选择 为什么要变富有 任何金钱可以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我们也听说过 你的钱包状态和你的心思状态一致 也就是说 当你有金钱上的问题 你也可能承受更大的压力 这并不是说富人没有生活上的问题 他们确实有自己的问题 但研究发现 有钱可以消除生活中67%的主要问题 这是相当高的比率 那么 我们来看看所有人都遇过的相同问题 以及富人如何消除其中的许多问题 一 财务问题 穷人为钱操心且税不安整 以及他们的许多人际关系问题都源于缺钱 富人的财务问题类型却和资金与投资管理有关 百分之百的富人拥有房产 八四百分之没有抵押贷款 二 健康问题 根据研究指出 76%的富人每天做3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对健康有益的科学证据十分明确 它会改善健康并延长寿命 好吧 你可能会想 那癌症怎么样 有钱肯定不能阻止离癌吧 你说的没错 癌症一视同仁 不分贫富都会上升 然而研究指出 饮食不良会增加癌症的发病率 根据研究 富人和穷人的饮食差别很大 和穷人比起来 富人吃的垃圾食物少得多 喝的酒少得多 不上素食餐厅 吃的糖少得多 除此之外 一日遇到健康问题 富人有财力取得最佳的医疗照护 三 工作问题 百分之八十六的富人喜欢或热爱自己赖以为生的事 因此把工作做得更好 他们不怕被解雇 因为拥有自己的事业 百分之五十一的富人拥有自己的事业 或是工作上的决策者 研究中有百分之九十一是决策者 这表示他们是发号施令的人 四 时间管理问题 百分之六十五的富人至少要管理三个收入来源 这样一来 他们在管理这些活动时 不断遭受时间上的压力 此外 由于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富人是他们工作上的决策者 不论身在哪里 责任都如影随形 即使度假也不例外 这表示除非他们学会运用正确的策略去集中精力 否则时间管理是富人的问题 致富的最大秘密就是 若你想加入富人行列 就必须像富人一样思考 并像富人一样行动 要解决财务问题 最好的方就法是改变思考方式 这将导致习惯改变 让你开始像富人一样思考 而不是像中产阶级或穷人 那样想 用同样的旧想法 没办法改变状况 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 那么所有的财务建议都没有用 如何发展富思维 富人和一般人有何不同 如果你研究富人如何实现财务自由 会发现这和他们的谋生方式关系不大 而和他们的心态 如何看待财富与习惯行为方式更有关系 谈到人们如何赚钱 我们都可以落在上图的这四类之中 受雇员工 自雇人士 投资人和企业主 在他的父爸爸 穷爸爸 系列作中表示 就如何赚取收入而言 我们都属于四个类别之一 一 受雇员工 有工作可做 并从雇主那里领得收入 用时间换取金钱 然而在他们看到钱之前 政府就先取走一部分税款 因为政府很聪明 你可能会想 他们当然是这样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吗 有趣的事 并非总是如此 有些投资人和企业主只有在支付各笔账单之后 剩下的钱财缴税 二 自雇人士 拥有工作 而日通常是小企业主或专业人士 他们努力工作 希望投入的心力能获得报偿 但实际上 他们是把一个老板换成好几百个老板 称为顾客或客户 而且仍是用时间换金钱 一旦他们休假或生病 根本就拿不到报酬 三 投资人 钱为他们效力 投资人和以时间换金钱的受雇员工及自雇人士不同 他们用钱赚钱 有些人建立起够大的投资组合 所以不必工作 因为他们的钱为他们效力 不管今天怎么赚钱 如果你希望将来富有 最后就必须成为投资人 显然你不会一夜之间就当上全职投资人 但你可以设法建立自己的房地产投资 开始朝那个方向前进 如果做得正确 赚取收入的住宅用房地产可以成为你摆脱与人竞争过日子的工具 四 企业主 拥有一套为他们效力的系统和人 真正的企业主不仅不必工作 甚至不必每天进公司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一套系统 而且雇用一些人来做一切事情 再加上请来合格的主管为他管理团队 真正的企业主会问 当你能够雇用某人为你做事时 又何必自己动手 赚更多钱和少工作的最佳方法之一 就是拥有一家企业 因为税制有利于了解财务、税务和法律的企业主 身为企业人士 你可以拥有麦当劳的特许经营权 也有一群端送大麦克的青少年 或者可以拥有一个投资型房地产的投资组合为你赚大钱 你可以靠别人的努力获利 身为受雇员工 你必须用税后收入来支付生活中的许多享乐 例如新车 而企业主能以税前收入买新车 只要适用于业务和符合某些规定 如果电影票和度假等费用可以作为合法的业务开支申报 他们甚至可以用税前收入去支付 这是否表示你的创办公司 我并不鼓吹你开展一个传统企业 我认为这样赚钱太难了 因为大多数小型企业会在前五年破产 然而我见到一些投资人及壮大千百万美元的房地产投资组合 并视为一项事业而变得非常富有 他们取得正确的财务形式 建立正确的所有权和资产保护结构 也知道如何利用对自己有利的税制 事实上拥有产生 入的住宅用房地产就像拥有一家企业 因为你的租户会去工作或经营企业来谋生 他们接着因为借你的房地产来住而付租金给你 这使得你处于一个能从其他人的努力获利的位置一毫 好想想其间的好处 那些人每天起床穿好衣服去上班 你不必监督他们替他们缴税 或者操心他们休假或请病假孩的支付薪资 可是每个月你都会以他们住你房子支付租金的形式 取得他们收入的一部分 你雇用的这种人越多 获得的收入就越多 在你关切所有道德问题之前 要明白如果以公平方式去做 而且真正关心他人 那么这不是坏事 只要你为这种关系提供公平的价值 即使你定位自己从其他人的收入和努力中获利 也不需要有罪恶感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在人为受雇员工的同时 就建立自己的房地产投资事业 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认识的每一位富有房地产投资人也是这么做 他们一次建立一个房地产投资组合 同时靠着日常工作收入过活 他们从一笔房地产开始 然后以其资本成长为杠杆 投资一笔又一笔 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拥有真正的房地产投资事业 给了他们财务自由 但大多数人不是这么做的 我们来看看许多人是如何致富 以及哪些行的通和行不通 线性收入相对于被动收入 受雇员工和自雇人是拿自己的时间和劳力换取金钱 而投资人和企业主则用钱滚钱 听我说 不是所有的收入都是以相同方式创造 有些收入流逝线性的 有些是重复发生的 决定你的收入流逝线性还是重复性的问题是 你每工作一小时 获得多少次收入 如果你回答只有一次 那么你的收入是线性 来自西资的收入流逝线性的 你的努力值得到一次收入 但经常性收入 recurring income 你努力工作一次 却一再地因为相同努力得到收入 它可以是持续数个月或甚至数年之久的稳定收入流 这也是房地产投资人赚取收入的方式 他们努力工作累积资本 投资于房地产 然后房地产带来租金和增值 为他们继续效力 受雇员工和自雇人士在财务上拼死拼活 因为他们为钱工作 为钱工作的问题在于你必须更卖力 花更长时间工作 或者收取更高的服务费用 然而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 富者月富的原因之一是 他们要钱为他们效力 以取得更多资产 他们藉由建立庞大的资产基础 最后取得需要的所有收入 建立自己的房地产投资事业 并且创造投资收入 表示你不再只是在满足自己的财务需求 而是开始做本身的财务选择 你没办法马上辞去日常的工作 但随着投资收入增加 你会降低对日常工作的依赖 最后你的投资收入便能 枪你从工作中完全解放出来 创造财富的是资产 不是收入 我们很难靠薪资支付 如果你处于以时间换取金钱的经济状态 而且按时计筹 你每个小时就只能赚那么多 一天仅能工作那么多小时 但不论你工作多卖力 或者拿到多高薪资 以那种方式 要赚到百万美元是难若登天 现实情况是 大多数富翁不是投资人 就是企业主 而不是受雇员工 他们晓得收入 就是现金流量 很重要 但创造真正财富的是他们的资产 这是因为如果他们明智的投资 资产就会成长并且产生收入 购买房地产时 你要先缴自备款 这就是你的钱或资产 当房地产增值 而你的贷款金额保持不变 你的资产也就是资本会增值 这称为资本利得或资本成长 资本利得的一大好处在于它是你的 除非你出售房地产 否则不必缴税 在澳洲出售资产才需要缴资本利的税 不过遗憾的是 大多数人都没有超过这个收入阶段 他们的钱没有成长和为他们效力 但愿你开始明白 你控制着自己的财务命运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 请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 并欢迎您的留言 感谢你的支持并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CocationsOn.n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